你倒是說說看 你們這些理工男的愛情邏輯 到底是什麼 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我身邊很多女性朋友都跟我抱怨 跟理工男在一起快要棄絕身亡 很想要購買氧氣筒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我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理工男 Over 我覺得這口氣我已經忍了二十幾年了 等一下 這個怨氣是怎麼回事 我們今天不是很快樂的要來拜見的嗎 我們今天就要幫全台灣的女性 對於理工男性 有些怨氣要來說明一下 那首先第一個控訴是什麼 第一個控訴就是理工男都不善言辭 不會表達而且很不浪漫 請解釋 對 就這樣 對啊 不然呢 你嘗試說一句浪漫的話看看 嘗試說一句浪漫的話 對 你上一次就對另外一半說出最浪漫的話 你回想一下 我覺得你今天參加還不錯吧 天啊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是最基本盤吧 不是都很喜歡稱讚不快講嗎 這是不是每天都要講的 這是基本盤 每天都要講嗎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欸你今天有剪頭髮 我有看出來 這個可能要關二十年了 我覺得你可能已經閉入膏荒了 你們不是特別 care 就是我剪頭髮 你們一定要看出來我有剪頭髮 我有誰都造型 好 我們先忍住沉入氣 我覺得我覺得我已經可以也受不了 你當初就是跟你另外一半告白的時候 我的告白台詞是 這時候是在一台計程車上面 天氣很冷 所以 你看你公男就是喜歡 就是給很多這種必要的資訊 我們就想要聽他講什麼 他就一直在那邊讓他講 你讓他講 好 你說 天氣很冷 他就慢慢的靠過來 我也慢慢的靠過去 然後我就伸出我的手 我就說 DEL DEL 然後他就說DEL 他就把手放過來 就成交的意思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你們根本就是在交易毒品是不是 沒有沒有 那是哪裡浪漫的啊 這浪漫的啊 這感覺是不是發現在凌晨北路很多啊 就是昏暗的計程車上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那你再講幾句撩妹的看 撩妹台詞 你先試著看撩妹台詞 撩撩看 這個 那個電池還夠嗎 那個電池可能不夠嗎 電池需要換 等一下 我就像是綠秀點 你就像是 亞同亞拱銀千坨 我們兩個加在一起就會沈澱 我覺得他應該會說 讓我的心沈澱一下 兩個眼睛看不出來的東西 愛意 碰在一起之後就看得出來了 有在收看的女性 不是說他們不浪漫 是他們浪漫起來真的更噁心 很可怕 不舒服 別認真 好 下一個指控 太講究邏輯跟效率 令人生氣 什麼事情呢 吵架都會變成在自己 展現自己的邏輯高度 每天都像在跟辯論社 社長談戀愛 對於這一點 你有什麼樣的想要說的 阿不是阿 我們吵架就是要 就是論事嘛 不能說吵架 然後最後講到其他事情 那我們今天吵架 這個就沒有一個結果 我們吵架不是要達成一個共識嗎 你有沒有跟女朋友吵架 然後他說你為什麼要吃上那麼理性 有阿 那結果你怎麼回 人生就是要理性 所以你還是繼續跟他講道理 對阿 要不然 要不然 你們家的刀啊 剪刀有收好嗎 要收好 真的要收好 而且我覺得理工奶 有一件事情 也讓我們很受不了 太講究CP值 什麼東西都會說 那那個CP值高嗎 你怎麼會去那家餐廳吃阿 又有貴 我知道有另外一家CP值更高 對阿 你錢就是要花在刀口上阿 你不能夠說 就是你花一塊錢錢 然後你就只吃 像什麼下午茶這種東西 摩擦 然後上面撒一點那個什麼 奶泡跟抹茶粉什麼的 放在這邊 很可愛阿 然後鬆餅 鬆餅還是有四個 幸運草阿 這樣是要吃什麼意思 吃氣氛 吃愛情阿 你那個錢你可以拿去吃燒肉 或者是吃什麼收集燒之類的 的確是跟同事去吃 就是這樣 這樣比較飽足感 那他是希望你就是可以 為了他失去理智 對不對 這樣太不理智了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跟你們交往 每天都失去理智 接下來第三點指控 太熱衷於3C產品以及遊戲 害另外一半變成 遊戲寡婦 遊戲寡婦 沒有我都揪我另外一半一起寡婦 所以呢 你敢在這邊對著鏡頭發誓 他沒有因為你 他沒有辦法融入你的興趣 然後就因此而被你冷落嗎 有沒有 有 什麼 就是被我冷落 為什麼 因為遊戲很好玩 不是 怎麼突然就承認了 單人的 你以為他那麼真誠 我有點難攻擊下去 你知道嗎 單人的RPG我最喜歡 就是那種不用玩線上 也不用找對 我們並沒有在問你最喜歡哪一款遊戲 比如說那個薩爾達 然後還有那個上古堅州 畢血狂殺我也還蠻想買的 他現在只有PS4的版本 所以我還沒有買PS4 我覺得我們血格已經被打到剩下紅色 你知道嗎 那個帶狼大晶級賽車 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他今天要出Revester 所以我今年現在 唯一回下去的動物 就是要買了一款遊戲來玩 就是寡婦寫的另外一半 如果你正在看的話 你有聽到他說 他現在唯一的情況嗎 等一下 唯一的情況 你沒有在裡面 好不好 有些關係盡早結束 OK 謝謝 我們今天呢 準備了一個愛情的細題 想要看看理性邏輯的 就是寫到底會怎麼樣解這一題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呢 請你要在20秒之內檢答 第一題 手機跟女友同時掉到水裡面 先救誰 開始 女友 那手機怎麼辦 手機再買就有了 有錢 不是啊 這不是有 就是 就是人命跟什麼 沒有我覺得沒有問到 就這種底線 世界上只有一套的電彎 就你要剛剛買的那個是什麼 賽車嗎 代廣大驚奇賽車 這個神明要 賽車最低一套你可以先拿到 其他人都沒有 跟女友同時掉到水裡 請作答開始 5 4 3 2 他剛剛有翻白眼喔 沒有 他剛剛有說 女友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 我剛剛在旁邊看得清楚 下一題 好這一題算是一個試水溫 因為這題很簡單 這題蠻簡單的 對 好下一題 請認真聽囉 第二題 如果兩人皆是太空人 在太空艙外面修繕的那個太空艙 突然發現女友身上沒有辦法伸索 即將飄走 這時候你會做什麼 請作答 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那個太空人 他其實背後會有一個類似噴射背包 對 所以他們訓練的時候可以去 要去 脫衣神手 可以把自己噴回來 所以我會用無線電去指引他 怎麼把自己噴回這個太空船 大概是這樣 所以只是用口頭 就是教導他說回來吧 就是兩個人一起飄走 跟一個人飄走 哪個CP值比較高 所以 是不是 所以你就會眼真正的看他飄走 對 你也沒辦法幹嘛啊 不然你跟他一起飄走嗎 二二大一 整理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說 看到他女友在太空當中快要飄走的時候 他會繼續用他YouTube的身分 跟他女友解釋說他要怎麼樣才可以飄回來 如果他女友沒辦法飄回來的話 他就讓他一個人自己飄走 你要上太空 你要經過一個嚴格的訓練 所以你應該是有那個能力把自己飄回來 好嚴格 我們在這邊祝福你的女友 千萬小心 小心飄去外太空 跟他一起去外太空的時候 好險先備好怎麼飄回來 接下來第三題 水梨一顆50塊 蘋果一顆30塊 媽媽喜歡吃水梨 女友說她只想吃蘋果 現在你身上有60塊 請問你要買什麼水果呢 請作答 可是我喜歡吃水梨耶 買兩顆水梨 身上就只有60塊 你的收水不太好 你身上只有60塊 蘋果是30塊 對 所以她就買一顆水梨 只買一顆水梨 對 然後女友就不要吃 就回去再買 吃空氣 我喜歡吃水梨 我媽也喜歡吃水梨 所以就那個民主價值 喔又是2比1的概念嗎 沒有就是媽寶而已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 口票出來應該是2比1 所以應該還是要吃水梨 那蘋果如果說她還是想吃 那回去再 但媽媽不會離開你 女友有可能會離開你啊 呃 我覺得妳是講的 我覺得妳是講的 這很有道理耶 是不是 各位媽寶 剛剛是不是也陷入了這個 思維的這個陷阱 但是這個 投票結果就是 OK 什麼 大媽寶 今天呢 我們審判結果呢 就是怎麼樣的王洪之 你覺得她可以活下來嗎 在這邊我真的覺得 她是百分之百的理工男 完全驗證百分之百 因為我是念理科的 所以我一開始還想說 可能要幫她講點話 但是我在這邊 我真的是必須 就是代表全部的女性 真的說跟理主男生交往 真的很累 真的太辛苦了 不會啦 只要你跟我們找到 共同的嗜好 跟共同的利益共識 就是找不到啊 而且她動不動就是要 就是在網路上搜尋很多的 一些理性的一些根據來 你對抗的不是一個人耶 你對抗的是這個 整個世界跟危機百科 天啊 不會啦 我們還是很好相處 開心今天可以邀請到 揪揪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理工男的愛情邏輯 跟她們的一些想法 我今天是來導正大家的這個 觀念 幫助我們的頻道 就是大家都一直說 我們在瞎扯蛋 但是覺得有你露臉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就是真理 希望大家呢 透過今天可以更了解一下 理工男的思維是怎麼樣 如何取得她們的芳心 或吵架的時候要怎麼樣應對 感謝揪揪寫 謝謝 謝謝 我覺得從頭到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為什麼男生這麼會修電腦 到底是怎麼樣內建這個功能 我們男生會不會自己 就是群聚討論說 最近我遇到一個女生叫我修 那個我修不出來 上次那個藍瓶 我就是一直結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其實原因是 男生女生的電腦都會壞 但是男生 我覺得跟你講出來 覺得很有真理 電腦都會壞掉 但是呢 男生要靠自己解決 所以男生就會在這個地方 開始累積經驗 你可不可以示範一次 就是如果你要向男生求修電腦 但是又不想要 他誤會的一個口氣 對 那個阿欣你可以幫我修一下電腦嗎 我剛剛那個 就是你知道看一些奇怪的網站 你知道的 所以呢 所以電腦現在有點中毒怪怪的 把我拍照把他換成原本的那個 前幾天的那個狀態 你為什麼要強調怪怪的 沒有 因為這樣子你才可以 才強調自己 自己 對 直男很累耶 直男包袱很深 動作就要罵髒話 對 動作就要罵髒話 自己的雄性 對雄性 那你有沒有分享一招 你覺得很容易 就是被女生療到的 理工男的 你被療到的 你說如果女生做什麼樣的行為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能夠被約出去就很開心 因為理工男光是有人一約就已經很開心 我覺得好感人 我覺得你剛剛有犯了 對 只要有人一約就很開心 對 是不是有點平反 今天真的可以了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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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